知道吧 可以的 你收一首歌嘛 你收一首歌 然后 收一首歌 然后唱点 你看这么多可以的 真的唱不难 我真的唱歌跑掉 跑掉 等我以后去学一下吧 学一下 这还要唱歌 我知道你是会唱的 家人们我知道他会唱歌的 好像那天 就是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 他我们去看那个风景的时候 回来的路上他都唱了一首 他就唱了一首 知道吗 但是我没有听懂 他唱的是他们一组歌曲 我也没有听懂是什么歌 知道吧 但是呢 他现在是主要是不好意思 他不好意思 他脸皮薄 他他眼前有一串包尼 我是早就把那串包尼打碎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脸皮很厚 知道吧 那你不一样了 你你你现在还没有 把那串包里打碎 知道吧 没事了 你就唱一下吧 没事了 好吧 你就唱一下吧 我尴尬 我尴尬 你尴尬什么呀 尴尬 你有唱过歌 我们又不偷 又不抢 对不对 我们豪河达达的做自己 为什么要尴尬呢 但是 家人们 这个 不能勉强他 毕竟他第一次那个啥 第一次出现这么多人面前 给大家聊天 平时他除了跟奶奶聊天 就我玩手机就结束了 他每天的看 我我看到了知道吧 你说他一下子在直播间七八千人 七八千人从这里排队都排到哪里了 排队的话都排到飞机场了 真的 所以呢 这个 他一下子接受那么多人面对这么多人 他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 没事的慢慢来啊 那以后再唱可以吗 以后你要记得哦 你要欠我的家人们和我的一首歌 不管你过年唱也好 那个什么 过什么几日的时候唱也好 你要记得 你要反正要唱一首给我的家人们提 好 就欠你们一首歌 对欠我们一首歌 好吧 家人们 今天晚上就不勉强他了 因为他是有点像慧雪儿的 不能勉强他 不 他是有点像慧雪儿 勉强他他等下哭了的话 这个眼睛就变成 变成维吾尔族了 我不是变成那个 呃 那个起我眼睛一样的 这么大了 就不行了 好吧 他年纪小不能吓唬他 知道吧 就小姑娘就要那种 嗯 下次直播的时候唱 对 下次嘛 好吧 下次 他不能骗粉丝们 我对粉丝们都是忠诚注意的 对吧 你也是要忠诚注意 说唱就要唱 今天不唱以后唱 好吧 好 小姑娘好漂亮 会跳舞吧 你没认别的 你应该会吧 嗯 嗯 跳的都是那个答题 来 手拿出来给我一下 这边 这边 啊 以后你要乖 或者你要替话 你要这个什么 呃 什么 那个 什么 嗯 会跳舞 给粉丝们看 叉哥哥粉丝们看完的话 阿伟哥送一个这个给你 好吧 家伙们 说的这个给他没毛病吗 啊 对 捏住 捏住 不要飞了 飞飞了就对了 捏住 对 哦 啊 转起来啊 转起来 呵呵 呵 不是 这受不受你 这都是小事情 知道吧 等你 等你考到驾照了 对吧 会开车了 就受你好吧 只要你乖 把整个大年上的什么 蓝条该吸一点 埋条该受你 好不好 这牛不是吹的啊 火车不是推的 家伙们 我也不是不敢干的啊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吹牛不打草果的 真的 只要他乖 就直接给他买一条该 买一条该跟他玩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家伙们 哎呀 我今天晚上 这感觉口才很好 就像喝老八家一一样的 就感觉自己 嗯 就是很很开心嘛 很开心 因为我们两个一起直播的话 我感觉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说实话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知道吧 就感觉没有压力 如果他口才比我好 那话我就有压抑了 知道吧 因为我是带一点男子主义的那种 我的性格是带点男子主义的那种 如果我旁边这个女的是 口才比我好脑子比我聪明 然后一一一一的话 那我就哎呀 我就没有积水了 知道吧 感谢点赞 谢谢 咱们把账杂点一下 好吧 账杂点一下 对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 好吧 来直播 就8000那个人没有关注的 关注一下 没有点赞的点赞一下 对 谢谢 快看啊 你你聊两句 你聊两句 我拿个东西 我聊不来 你你就跟粉丝们 聊聊开心的事情 对吧 你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呢 你觉得 你能够说点什么 有点尴尬了 你说大家好 对吧 你要看过别人回字吗 他们给你打了什么字 你就回复一下他们吧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晚上好 嗯 阿伟是大老板 他不是跟我说 他工资也是 他骗你 他骗你 他没骗你 他没跟你开玩笑 我什么老板 我发都吃不起了 我老板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他没跟你开玩笑呢 你看我这个样子 下个老板 哪下老板 我 我是一个楼民工 他们说你是大老板 富二代 怎么富二代 我刚才那个 他送那个钥匙给你 那些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那车都是我的朋友的 我 我哪有钱给你 我怎么可能是富二代 他们都说你是个大老板 开公司的 家人他到底是老板还是什么 我记得他上次给我说的是 他一个月 三千多 对啊 三千多 那 他们骗你了 你不要相信他们 他们跟你开玩笑的吗 知道了吧 他是开公司的老板 我是个富二代老板 你看都是这样说的 哎呀 你绝对骗了我 他们跟你开玩笑了 你不要相信他们吗 对不对 家人们 家人们是给你开玩笑的 知道吧 我感觉你骗了我好多 什么骗你啊 你看 你看他们说的都是 那我问你 你喜欢老板还是喜欢 普通人吗 普通人在 对啊 那不就对了 那我就是普通人 我哪里笑老板 家人们 我不是老板 你们不要带节奏啊 我发都吃不起了 你们说我是老板 他们是怕你 你就一别又说我年纪大嘛 又然后 他们是怕你看不上我 知道吧 然后他们就说我是老板 你不要相信他们 家人们不要带节奏 不要带节奏 扣个一扣个一 你跟他们聊一下吧 说两句 我是个阳光男孩 确实挺阳光的 啊 我说你确实挺阳光的 你觉得我阳光吗 阳光呀 谢谢你啊 谢谢你的框架 不客气 这很上的呀 人品好 是老板 不是老板 老是老板 我都发都吃不起了 这 再多多多两天 都发都吃不起了 我得要回去上班了 你上次都买了那么多东西 你还说不是 哎呀 那东西值几个钱嘛 那东西 你真的 我不是过年了吗 发工资了吗 发了五千块钱 发工资了 那都是一点蜥蜴嘛 你们都不知道相信谁了 他们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粉丝们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家伙们你们不要说我是老板 等一下 等一下二妹跑路了 我跟你们说哦 不要乱说 不要说我是老板 不然他会跑路的 等一下 因为我 我也不是什么老板 知道吧 所以你们不要带节奏好不好 直播间九千七百人 马上一万人了 你们不要说我是老板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知道吗 我也是上班的 一个月就几千块钱 知道吧 你们说我一个月多少钱 这样没 刚刚有一个月三十万 你们不要这样说 知道吧 我也是一个普普通的人 直播间一万多个人 马上一万一千人了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也是上班的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 知道吧 我也不是什么老板 我们两个差不多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一个月就三千多 有时候有奖金 有时候有奖金的话 有四五千嘛 对三千八嘛 还有个几十万 二十万 哎呀 真的 我的天呐 家人们 你们不要这样说 知道吧 你们都知道 哎呀 还有五十万的 你觉得可不可能吗 我一个月五十万 我还在这里 在这里 照照给你聊天吗 阿伟人好 对他人好 确实上量 他今天还主动 给我外婆洗脚 按脚这些 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做不到这种 怎么说呢 我这个人啊 我 我觉得 虽然是你的奶奶 那就跟我奶奶一样了 知道吧 就是 大家的奶奶嘛 因为年龄大的老人 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尊重 因为有了他们 才会有我们 所以我 我没有那么建议 知道吧 我觉得你的奶奶 就是我的奶奶 因为我怕你 你给他洗脚 甩洗都可以 但是需要按 知道吧 他那个脚 确实 同风 需要按 所以 我确实 我确实按不来 那个钱 也没给他按过 对 但是今天我教你了嘛 以后如果我 我没在这边了 你自己要照顾奶奶的话 你就要跟他按一下 好吧 家里面 不要说我是放二代了 我服了 我真的服了 阿伟很低调的 阿伟的爱子奶奶也很好 我拿什么高调嘛 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拿什么高调嘛 我不是低调 我是高调不起来 知道吧 我今天晚上说话 说一比较大 都是粉丝们 粉丝们给我的自信 因为粉丝家人们 一直在这里 就是那种 知道吗 支持我 所以呢 我是家里面给我的自信 直播间一万一万一万三千人了 咱们没有关注主播的 给主播点个关注 好吧 家里面 给阿伟 阿伟给点个关注 那阿伟嫁给阿伟 这朋友就是朋友 对 不要说阿伟嫁给我 我的天哪 我也承受不了 我到时候 到时候老师说我年龄大的号 我也承受不了的 知道吗 我刚刚确实是口误呀 我没有 没有 韩妮叔叔 不是故意的是吧 对 不是故意的 这 可恶 那你为他们我们两个八不八配 这开个玩笑吗 来 家里面 你们说我们两个八不八配 八配的话 抠个一我看一下 直播间一万多个人 你们说我们两个八配的话 就抠个一我看一下 谁是谁的谁 谁是谁的爱 阿伟我们一直都喜欢你 你看人都好喜欢你 谁啊 谁喜欢我 你说叔叔阿姨没 对啊 叔叔阿姨没喜欢我就像 就像 老鼠爱大名 不是不是 你不要这样说 什么老鼠爱大名 粉丝家人们喜欢叔叔阿姨没喜欢 我就像喜欢自己的儿子一样的 知道吧 不是那种 那种你想的那种喜欢 你说美女的话 美女没有人喜欢我的 因为我长得有点宠 长得有点宠 所以女孩子没有喜欢我呢 只有叔叔阿姨没把我大儿子一样看 喜欢我 知道吧 是不是 那必须是 必须是 天色一对是吧 这直播间今天晚上是有点多 这好久没有达到过一万多个人了 今天晚上一万多个人在线啊 真的是 特别感谢家人们的陪伴 嗯 对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就没多 我感觉我跟你说 我感觉今天晚上粉丝们都不是来看我呢 而是来看你 平时我直播 平时我直播就几千个人 五六千个人 有时候七八千个人 都是有时候也有两万多个人 但是很早以前了 都好久没有达到过一万多个人了 但今天晚上是有你在的原因 知道吧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都是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今天晚上就是因为你在 所以人气才有这么多的 知道吧 如果你不在的话 我一个人直播的话 只有五千六千个人 你有没有给粉丝们带来什么礼物来 没有 没有吗 真的没有啊 你就说你带了这个来了 把你的心 我的心一串一串 把你的心带给粉丝们 就是最大的礼物 知道吧 粉丝们给你带来礼物来了 粉丝们是不是也给二妹带了礼物来了 下来吧 上吧 比如说你们给二妹带了小西西来了 直接下来吧 家人们直播间一万五千人了 给直播间 受小西西的点点关注啊 咱们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知道吧 给直播间受小西西的点点关注 对给直播间送礼物的点点关注 谢谢 谢谢我们同志哥 送来的纸飞 谢谢 感谢家人们送来的小西西 你看到没有 他们送的这些小西西明天我领取出来 可能有二三十块 给你买辣条车 给你买棒棒牌去好不好 可以啊 谢谢 谢谢天玺受了个年年 谢谢 你也把他们搭着爸爸妈妈一样吧 好不好 因为他们都是年龄像你爸爸妈妈一样大的 然后呢 他们也会把你当女儿乖乖女儿一样的 知道吧 他们是把我当儿子 然后呢 也要把你当儿 不是 儿媳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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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女儿一样的 对 女儿一样的 对 就把你当女儿一样的 知道吧 感谢关注 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 谢谢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不要看我年纪这么大啊 我也是 什么 我刚才看到有个说儿媳妇 我也看到 嗯 嗯 不要乱说家人们 我只是开个玩笑 你们不要乱说 哎呀 特别的激动啊 今天晚上特别的激动 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家人们 嗯 多大不说 说实话啊 我安慰一路走来家人们也是这么一夜看过来的 那么 2023年 已经过去了 我们从2023年认识的现在已经2024年了 好我希望关注了我的家人们 所有人 2024年我带着大家一露长虹 好吧 只要你们认识我了呢 我都会给你们带来才与才与鬼鬼啊 大吉大令 好吧 楼呢楼年 大家一起发发发 嗯 主要是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之外呢 我们要挣钱 知道吧 让带着大家一起放财 好吧 新的一年 现在你们支持我的 关注我的 得以后我 直播业人去10万家 5万家 对吧 我到时候给你们点个1万2万粉丝是轻心收收呢 对不对 新的一年 我是带着目标走向 这个熄熄的一年了 知道吧 希望大家 那 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 新年快乐 对 新年快乐 你以后要叫我什么 阿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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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叫我是阿伟哥 很差点 阿伟哥 是吧 对 其实不用那么哥 反正哥就行 哥 你就睡口嘛 怎么好叫怎么来 我看你的手有没有福气 就比如说熄的一年能带来财与鬼鬼吗 家里面他的手还是有点叛兜的 有点小福气 我手不好看 好看好看 你以后如果说有机会去大城市的话 涂个指甲什么的 做个指甲什么的 这对吗 对 我的手也是很有福气的 家里面看到没有 肉体兜的 胖兜兜的 他的手也是很有福气的 加莱肯定会放大财 财业鬼鬼知道吧 代财万富 相代财 代财万富嘛 来啊 多的不说咱们 这么的 咱们再次 现在咱们的账字是350万 咱们再次突破个400万好吧 再次准备双倍点赞直播间1万人 咱们一起点赞500个人投资点赞就能够出现这个双倍点赞好不好 好支持阿伯和支持二妹的 以后 以后 二妹这个妹妹我认递了 知道吧 我认递他了 你也认递我哥哥了吗 我认递他了以后我希望西的一年带他一路长红 支持阿伟和支持二妹的所有家人们 咱们一起点个赞好吧 把他这个赞上 偷跑500万 我400万好吧 来 3 2 1 开始来 所有人一起点屏幕 这样子点 点屏幕把双赞点出来 然后呢 把双倍点赞给点出来 坚持10秒钟好不好 我数10秒钟你们10秒钟之内不要停好不好 来 10